面对两年来的疫情变化 以及现在的高龄化与少子化的社会现象 保持自己与所关心人的健康 是必然的趋势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紫珊 我们此次所在的地点就是正前方试听体验床的展区 而在展区前方所看到的就是我们Shop所推出的全新旗舰机种 液晶电视 而这台液晶电视就是我们AQUA XLED 而AQUA XLED在此次不仅仅是拥有了我们全新的 M-Black 120Hz的耀黑面板 同时还用了我们的主动式的mini LED 更加是搭载了我们此次的光耀技术 众所皆知 我们Shop是领先全球的液晶面板的市场以及技术 那究竟AXLED跟我们现在市面上一般的液晶电视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当然最专业的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同仁来进行回答 我们这边的话呢欢迎Hank 谢谢紫善那作为液晶的支付的一个先驱那我们相信我们一直有一个使命就是希望能够把最真实的一个影像带给我们的一个使用者 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一次呢Shop所推出的这个全新的旗舰机种它是拥有比一般的LED的液晶电视用72倍之多吗 没错因为我们把mini LED的一个数量变多那mini LED相对于以往的LED还要做得更小只有它的十分之一的一个大小 那当然除了亮度以外是不是还有多加了明暗度的一个增加强化 没错因为我们是用一个全新AXLED打造的一个影像处理晶片 它能够去针对每一个区域的部分做一个最精细的一个区域控光来达到这样子亮部的地方更亮暗部的地方更暗 这个其实就有一点像是各位观众如果正在观看呢可能我们的电影像是蝙蝠虾或者是黑豹 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有非常多呢阴暗的地方黑色的地方没办法凸显出细节喔 但是拥有了我们XLED这个独藏的技术其实能够更加好的一些观看体验是吗Hank 没错 那我们这边呢除了观看的这个视觉享受以外 听说在声音上面我们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创新 没错因为我们相信要好的视听感受除了影像以外那声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个XLED的一个机台上面我们其实也花了很多开发的一个心血在如何去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声觉的一个响宴 那在硬体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有全新大载往上跟下的一个扬声的一个设计 所以是说连上方跟下方都佩戴着我们的这个喇叭是吗 没错 那总共是4.1声道一个设计那整个输出是高达80瓦 那除了在硬体方面有花很多心里外 我们其实在软体的声音的调教部分也其实也花了很多心血 那整合整个硬体跟软体的一个最佳化的累积我们过往的一个技术 好像清零森林现场的一个感受 所以在画质上面我们也顾了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栩栩如生 当然最重要的是视觉上面做到环绕式的一个包裹 让各位呢不仅仅眼睛可以是感觉到一个享受以外 耳朵当然也是大饱耳福了 所以如果你们要挑选易经电视千万不要忘记要选择的是SOP的SLED 而且要提醒各位在现场的贵宾待会都可以邀请我们的幼童人们 直接来到我们的现场场域呢试听看看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一场最后的最后还是要再次的谢谢我们Hank 带来如此简单又二药的一个说明给大家一个掌声好吗 那接下来呢来到了我们这一站这个场域呢其实就是SOP的Cocorro Vision 这一个场域呢最主要的是五大面相 哪五大呢这边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到 James有一部分你很需要 第一个叫做健身 你非常的需要 还有料理的部分再来购物以及饮食 最后的是我希望所有现场的贵宾都能够拥有 还有包含线上的贵宾就是健康 五大的面相呢会统整在我们SOP的Cocorro Vision 这一个平台当中但究竟这个平台它能够拿来做什么 还有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接下来就由James来告诉各位咯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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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各位好我是子珊 这一站带各位来到了SOPCocorro Vision的活动现场 在这一个展区呢各位可以看到我身旁就是聚焦了健身料理购物 以及饮食最重要的是健康的五大面相 让所有的消费者呢都能够拥有更加便利的生活机能喔 那在这边的话Cocorro Vision呢究竟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接下来就让James告诉各位咯 那这一站呢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SOPCocorro Vision 它里面集合了非常多的内容 丰富的内容在我们这一次的发表会呢想要跟大家开箱 那主要我们在这里面呢有集合了非常多像子珊刚刚提到的五大一个内容 那我们在这里面乔山健康科技 以及我们LiTV的线上影视 还有各位可以耳熟能详的早安健康 以及东森购物 最后呢我们还有ET Today 东森宠物云 这五大等等的合作伙伴去做一个深度的合作 在这合作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非常多的面向 那这五大面向呢去丰富所有我们在台湾的消费者 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多彩多姿 那我们这个SOPCocorro Vision也是从日本以外 在海外第一站目前要去首发的一个平台内容 最后呢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我们预计在今年的Q3 也就是大约6月的时间 这个平台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希望大家呢能够敬请期待 其实集聚了所有生活上面的一些多功能等等的 让所有的消费者呢不管是消费者也好 或者是今天使用者呢 看到这个平台就代表说 我们囊括了所有一些必要的一些技能 那这边既然你已经按到健身了 所以现在是我和您要一起健身吗 Cocorro Vision上面可以独家看到的健身影片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Hunter老师 还有子珊跟我们一起来做运动哦 这边的话还是要再次给我们JemZ一个掌声好吗 大家好我是子珊 这一站呢带各位来到的是美味食言所的展区哦 一踏入这一个展区 不得不说满满的牛排味 炙烧牛排就是这一个味道 而在我身旁的这一位呢就是Cecille Cecille的话呢可以跟我们线上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这两台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功能等等的 好大家好我是台湾Shop的企划Cecille 我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今天 今年最新的一个机种 2002年的新的旗舰管水泊路 那我们现在水泊路的特色的话呢它有一个新的炙烧模式 可以做一个炙烧牛排炙烧猪排的一个口感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新的智慧烹调 那智慧烹调的方式就是你只要按下你想要的口感 就可以马上就是呈现到你想要的一个料理 其实这基本上Cecille的意思就是一鸡抵多鸡 对不对 除了一鸡抵多鸡以外 我相信有非常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是在家里可能对于料理不太熟悉 那也变换不出什么样的一个菜色 听说是不是有QR Code 线上的菜谱给大家做参考 对我们刚刚提到除了新的智慧烹调的功能以外 我们线上还有一个叫做线上食谱 你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QR Code 就可以调到我们的一个食谱的页面 那你可以从我们的身上食谱去找一些食谱的灵感 那再决定你的口感按下去之后呢 把食材放进去 那因为我们的水波炉是有搭载 就是一个红外线扫描的技术跟温度感测器 所以你也不需要解冻也不需要称重 你只要把食材放下去选择口感就可以做好你要的料理了 那我这边比较好奇的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朋友们有反映说 水波炉到底是能够又烤又蒸吗 对 因为水波炉的过温水蒸气的意思是说 它可以用250度的高温的水蒸气做到烘煮烤炸的效果 那就是我们Shop拥有602个专利技术的最厉害的地方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要呼唤的是谁是料理长 那我们这边一样欢迎料理长Nick啰 哈啰 大家好 我们这边的话料理长 我们真的话少说一点点 我们先来品尝一下今天的重点就是炙烧牛排 对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牛排拿出来 哇 哇 这个肉汁在滴耶 我们这边这个摄影机也可以帮我们浸测一下 这边的话想问一下料理长 既然都已经看到这个热腾腾的牛排出来了 想问一下在使用我们旗舰的水波炉上呢 感想是什么 像我今天用的这个是炙烧牛排的功能 那大家都知道牛排就是在烹调的时候呢 是非常需要注意火候的 那所以呢像我们这个最新型的这个Shop的水波炉呢 它就可以帮我们解决掉这个问题 那其实我们只要在摆盘上面花一点心思 这样子的话用餐就会很有仪式感 所以也就是说呢 在家不会做饭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一鸡抵多鸡 生活当中满满都是仪式感咯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个的话 需要再过多的调料吗 不需要 这个的话就是稍微简单调味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可以锁住这个肉汁 好 我来试试看啊 如何 口感如何 很juicy 超juicy的耶 真的是 而且很嫩 所以你吃起来是有嚼劲的 而且嫩爆 就满分好不好 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在吃了这么好吃 而且juicy的炙烧牛排之后 有点脆脆的啊 这个时候Ciselle是不是要跟我们介绍 下一样呢 能够来喝起来非常美味的气泡水呢 没错 今天我们新的产品呢 Sota Prezzo即将在五月份上市 所以我接下来要带一下子杏去品尝我们新的饮品 刚才已经帮大家试喝过咯 好 这个味道可以说是非常的爽爽喔 这个的话夏天应该都是必备的吧 Zill 对 这个是我们今年推出的最新款的 Sota Prezzo气泡机 那它的主要的特色就是在这个子肌头的部分 那我们系的技术呢 是跟美国的DreamMet授权的专利一起合作 它的特色呢是除了打水以外 像我们现在的果汁 或者是葡萄酒 日本酒的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进去打 只要把它轻轻的拆下来 然后用清水去冲洗它 就可以完成整个清洗的动作了 所以它的装饰的部分也非常简单 只要这样平行把它滑进去 下去按一按的话就可以使用了 那我们这一站的话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提醒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什么时候会见到我们Sota Prezzo呢 将会是在五月多的时候 正确的时间已经有出来了吗 大概在五月中旬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新的商品上市 刚刚好直接的来迎接母亲节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准备好咯 那在这边最后也要谢谢我们的 Nik以及Ciselle 谢谢 谢谢 这一站带各位来到的是我们空气进化室的展区 而在这个展区感觉呼吸都变得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新鲜 有过森林的味道 在我身旁呢 这一位就是我们Hank 大家好我是Hank 有没有感觉呼吸起来空气不太一样了 没错 因为我们的自动除菌离子的理念 就是源自大自然进化空气的一个原理 在我们自动除菌离子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 你会感受到整个大自然的一个环境 在大自然里面奔跑喔 在我们身旁的话呢 我们AIOT的自动除菌离子的变频空调 这一台空调呢 它除了有自动除菌离子以外 它是不是还有温度控制 Ian哥 没错 其实我们的自动除菌离子变频空调 主要还是在于变频的一个控制技术 那精准的一个温度的控制 让整个我们使用者 能够在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下 那再搭配我们自动除菌离子这样的一个进化效果 不只温度感受舒适 还有整个空气也是清新的一个感受 那这边想要扎码来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喔 自动除菌离子它是有分主动初击 还有的是被动的捷径是不是 这两者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 应该说其实整个进化效果来讲 有分为主动跟被动 那我们的自动除菌离子 它是走的是主动 也就是说透过我们自动除菌离子 释放在整个环境当中 那透过这样自动除菌离子 去寻找有害细菌病毒 还有整个异味 那主动去释放它 然后让它还原成水分子 那当然就是这些病毒也会被有效的抑制 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哇听起来非常的厉害耶 但我最好奇的是啊 这一台这个变频空调啊 那它的这个电费应该是蛮贵的喔 欸其实不会 因为我们刚提到了 这是我们整个日本开发的一个 JTAC的一个变频控制技术 那不只在温度上控制得很精准 在整个节能运转上 效果上也是非常明显的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紫山今天换了 我们的一个变频空调的部分来讲 在你第一个月你收到账单 你就会非常有感 是啊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还有包含紫山都特别想要了解喔 AIOT World跟另外一个是Cocoro Air 这两个模式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们今年在最新的2020年新的空调里面 加了一个AIOT 还有搭配我们Cocoro Air这样的APP的一个功能 其实在前几代来讲 我们一直有把整个空气进化的一个功能 放在我们的空调上 那其实在这一两年我们一直在思考 如何让消费者使用者用我们的空调 除了舒适除了干净以外 那我们希望它能够更便利 那透过这样AIOT 然后还有Cocoro Air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它能够达到我们 希望它更便利的使用 那还有就是我们GPS 当你今天快要到家的时候 它就会主动提醒你 要不要先开启你的空调 或者是说今天你离开了 你忘记关空调 它也会提醒你说 你是不是忘记关了你的空调了 对 所以就是有这样子 一直很贴心的一个功能设计 希望能够让消费者使用者 更喜欢我们的东西 那这是最主要的就是要让所有的消费者 在使用我们Shop的商品 不管是变频空调也好 或者是我们SLED 全新的液晶电视 都能够更加的便利 这是我们Shop一直不断在重生 让生活更加便利 那我们这边最后 还是要谢谢我们的Hank了 谢谢梓珊 下部 下部 HELLO 大家好 我是紫山 这一站呢带各位来到新鲜捷径家的展区 而在我身旁的这两台呢 我乍看之下本来以为它是拿来存放红酒的除酒柜喔 结果没想到它居然是Bloflex的三啸合衣席脱轰的滚筒洗衣机 身旁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Alan 那Alan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紫山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Shop PM Alan 这两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 首先我们的外观的部分 它可以融合我们IF的2021IF设计大奖 那可以看到它的外观几乎是全平面的一个设计 尤其是在门板的把手 整个做全平面一体化的一个设计 再加上我们还有一个黄金18度琴角的一个操作面板的角度 绝对是符合我们人体工学的操作 那这边的话跟大家做补充一下 什么叫黄金18度呢 这个琴角的部分其实就是在于我们的面板对不对 对 操作面板的角度 那所以可以让所有的使用者呢 在操作上面可以说是更加简单以及轻松 再来有一个自动出菌离子 难道洗衣也有吗 当然这台我们旗舰型滚筒洗衣机 搭配我们的自动出菌离子技术 它其中有一个Dry Air Wash 空气喷射行程 那这个喷射行程呢 其实它是针对了像是可能我们在外面啊 妈妈他们可能要洗小朋友的衣服 上面有些细菌啊 要做高温的沙菌对不对 对 我在这边说明一下Dry Air Wash 它其实是在我们洗衣机里面 透过我们的自动出菌离子产生气 短时间高浓度来进行一个最快5分钟除臭的一个效果 那在30分钟就可以达到除臭杀菌的一个效果 最重要的是只要你衣服身上有任何的异味 都可以透过这行程不用任何一滴水 也不是透过高温杀菌 所以就不用再加任何的添加物了 这相对来说非常的方便耶 是的 那除了自动除菌离子以外呢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防皱的功能对不对 对 在我们在最后洗程结束的时候 它洗衣机会在固定的时间内定时的运转 来减少衣物皱褶 进而达到防皱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使用者可以更加的放肆的去吃火锅 或者是呢你今天可能明天想要穿的衣服衬衫 不想要再烫了都可以透过这个功能 那我们刚好有一批已经洗完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的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OK 它味道真的非常清新耶 对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皱褶 也太神奇了吧 艾伦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这一站还没有结束 因为接下来有更加精彩的要来带给各位咯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子珊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新鲜捷径家的展区 而在我身旁的这一台就是业界最薄 457公升的左右开自动储蓄离子的电冰箱 这一台首先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是不是请我们的Ellen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下呢 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主打功能就是可以看到63公分 那比正常市面上一般机种已经薄了差不多5公分的一个深度 那这在我们的系统储蓄搭配上是有绝对的优势 一般的系统储蓄大概都是60到70公分再加上散热空间 所以如果它是做跟我们的流理台啊 可以说是一样的这个宽度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就不会走一走然后突然去撞到 闪开的部分就突然会撞到一个淤青喔 所以相对来讲是非常的方便的 再来我们刚刚有提到它是左右开对不对 对 这个的话我是真的只有在Sharp有看到这个功能 对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Sharp独家的左右开一个开门 这边左开 再来换你 好 换我咯 哇 很古溜欸 那这个的原因最主要是什么 为什么要设计左右开呢 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专利的结构一个设计 在上下都有一个滑轨的一个独家的设计专利 好 OK 那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直接往前方的来拉 就会直接变成一个隔板 如果今天大家想要拓展你的冰箱里面的空间的话 我们一样就把它收回去 往上 它就可以直接的来拓展空间了 再来刚才其实有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logo 除了我们左右开非常方便以外 是不是有一个自动出菌离子 没错 自动出菌离子又来了 来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 在我们的上方那边就是我们的自动出菌离子的那个4号灯 那可以看到它的示意图在我们冷风吹出来的时候 整个冷藏库内的自动出菌离子 就会进行杀菌 保鲜 抑菌的一个效果 所以如果像是妈妈们可能在里面放了一些生鲜食品 不想要有串位的这个可能性的话 其实自动出菌离子就会非常的好用喔 最后的最后 我们的蔬果室也准备了一点点小小的惊喜要给大家 刚才有特别提到除了业界最薄以外 457公升喔 这么深的一个深度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准备了一个surprise给各位 我一人拿一个吧 你一个 我两个 三个锋离 好 四个 五个凤梨吗 其实还可以再装对不对 这个深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足够了 假设今天是针对我不管是小家庭 或者是一个人的这种独居的人 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那也希望呢 透过我们这个凤梨 也要祝大家好运旺旺来对不对 对 好 祝大家好运旺旺来咯 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谢谢我们的Alan 下部 是 那我们在这边呢 来到了这个展区呢 也是我们的数位健康概念商品区 在这个展区呢 我们非常荣幸喔 能够告诉大家 在昨天呢 所有现场的商品 请我们这个导播帮我们整个zoom一下 所有的这个商品喔 有非常多呢 已经让这一场的这个朋友们 已经蠢蠢欲动了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一些商品通通都是从日本空运来台的 而在我旁边的这一位 也是从日本空运来台的 让我们一同掌声 来欢迎我们的负责人 谢锦先生 你好大家 你好大家 很荣幸这次有机会介绍 我们的数位健康概念商品 大家给他的中文鼓励一下吧 他非常棒 欢迎夏普 OK 人家大老很从日本来的 这边非常值得一个掌声喔 那透过了这一些概念的商品呢 能够让各位知道呢 其实夏普呢 在这一块呢 包含上是研发 以及投入这些成本当中呢 其实是付出了 常人还要更加多的一个心血 让所有的 不管是消费者呢 在任何的一个场域 任何一个场所 都会有一个应用空间 所以在这边 我们六大展区以上的 所有都介绍完毕了 那当然在我身旁呢 也拥有的是后疫情 所需的一些办公用品 大家呢 也可以直接找寻 这场的业务同仁 来进行导览 最后的最后 可不可以邀请所有 这场的贵宾 给予我们台湾Shop 一个最热情的掌声